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林总会主席鲍尔对外说 他说通膨是一个长时间累积的过程 通膨不会一下子就往上做飙高了 这是因为这句话 雅股全球股市全部都大涨了 一月份对我们的产业来说是个淡季 但怎样都没想到 我们的一月份外销订单 竟然创下了新高纪录 凭借的都能还能够再延续吗 开红盘之后 台股第一次见到融资减肥 那么对台股的下一步 您最关心头马上帮您追 汽车产业 电动车 自驾车 智慧车等等 谁不知道是未来全球正夯的主要大产业 但不说您真的就不晓得了 告诉您哦 汽车产业悄悄的出现了直变 现在的汽车业直变变成迈向智能电动化 请问什么叫做智能电动化呢 而透过了日后机车产业的智能电动化的直变 我们长远来看未来三到五年的投资机会跟商机 又放在哪里呢 不是只有股票包括ETF 又有投资的契机呢 说到契机它才萌 记得日前台积电对外说 仙气制成三奈米 它们的进度超前 而且更让我吓到的是 台积电竟然对外说 不但仙气制成三奈米进度超前 连摩尔定律都能够延续 为什么它那么厉害呀 台积电还有一点 什么叫做摩尔定律呢 今天前线第二个大赌家就放在这了 最近好多股市小白都在问瑞涵姐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行情走多头嘛 所以他们想要以小博大做权证 可是你知道吗 权证的量大量小 牵动权证的价格差很大 所以如果小白们 你要做权证请小心 这个跟这个非看不可 因为它牵动着您的应对 包括了风险在内 什么意思 权证专家今天问您说明白 汽车产业如何出现质变呢 问他 汽车你好 晚安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台股终于又站回到周见之上了 看起来很不错 而且我还发现到 台股出现了一个K棒 红黑的一个重要节奏 所以代表什么 问强暴 哥哥大哥 你好 瑞翰 晚安 大家晚安 还有全镇量大量小 去为什么牵动price价格呢 问全镇专家义珍 义珍你好 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 晚安 台积电曾贝尔邦 摩尔定律至今还能够延续着 所以到底如何来看待 台积电的大未来 请到专家斯威远 威远你好 晚安 瑞翰 晚安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果然 最近有看前线百分百吗 结盘的临终他说了一句话 说台股如果要再启动攻势的话 今天大盘大涨239 他说绝对要全往台积电 要启动 果然他动了 大盘就涨了 台积电涨了10块钱 等同贡献大盘大概是80点 Bingo 你看大盘今天就涨了 涨 涨回到周线之上 所以继续往上吗 我打个问号 因为我发现一个怪怪的地方 请看 现在的大盘 怪怪哪里呢 两红 两黑 一红 一黑 一红 明天再来黑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反正果果大哥会挤哦 如果有修正压力 今天就红 我们高兴个什么节省了 我之所以这样揣测 是因为贵买 你看贵买 今天贵买再创 13年半以上的新高纪录 见到了200 可是收获的又如何 这两天都留了 张商学把它卖下来的上雨线 会不会贵买 你准备要休息 涨不太动了呢 但他没有休息 昨天卖很大 今天买很大 这怎么叫休息 可是很奇怪 卖的金额 买的金额 都这么样的大 又是啥意思呢 待会建成就会说咯 还有一点 这当我们高兴 外资大满回来了 偏偏 另外一个内资自营商 竟然你看自营商的 期货多单 一减 二减 三减 这糟糕了 又该怎么办 所以我生怕 今天的逆甲差 逆甲差这么大 会不会把行情 往下做拖累呢 你看逆甲差的扩大 不过书也没有 逆甲差扩大 昨天盘往下带 今天逆甲差扩大 盘反而往上涨了 超级奇怪的 现在的讯号 需要专家深入解读 涨都得少 亚股涨都得少 跟您报告一下 今天涨最多的韩国股市 大涨了3.5% 韩国亚行今天开了 利率举测会议 利准利率保持在0.5% 史上最低 连六栋不做改变 台湾可骄傲了 今天的红 红得我好开心喔 两个大利多 美国决定合作同盟国 包括了台湾在内 强化非中的美国供应链 所以白宫就讲了 台湾是一个重要的partner 另外一个好消息 是在这儿 穆迪 穆迪是信贫机构 跟你报告喔 财政 台湾的财政非常的优 而且呢 27年来 穆迪首次调高了 我们的信用平等 调高到正向喔 27年来首见台股的涨 涨之有理 说到了台股涨 雅谷的涨多跌少 建层请上来 都跟这个人说了这段话 有高度的正向观 因为连美国股市 都因为鲍尔的话 大涨了 鲍尔说 美国通膨要超过了2% 我才会升息 但要超过了2% 可能要花3年很长的时间 现在是2021 我们一起算 2022 2021 22 23 后没关系啦 有的等呢 所以通膨 关键在这儿 通膨 11年 负1年 累积的过程 不会一次就飙升上来 所以不要紧张 我们会继续量化 宽松 继续购债 直到美国经济转好 间接暗示着 零准会保证维持零利率 现在美国基准利率是 零到零点二五 史上最低 会很长时间 难不成真的是 302023吗 节度她的话 来建成 好的 我想短期间 大家很担心 通膨往上翻身 不过呢 这个他已经讲到 要到2%以上很难 短期间很难 因为是累积上 重点还有个充分就业 目前美国失业率 还是6%多 这个还早得很 对不对 所以零利率 今年来看 应该都没问题 明年还要看 如果数字往上拉 就不可能 但是起码 今年应该不会有问题 如果还是保持零率 很长时间 帮我秀一下道琼 请问要个答案就好 美国股市 全球股市 包括雅股台股在内 资金行情 是不是依旧火种在稍旺呢 前面稍坐休息 是怕他提早升息 现在不用怕 继续冲呢 答案 答案当然肯定 这个平台整理 不要破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往上攻 跟你报告 道琼三万二 再创历史新高 谢谢了 这个答案最重要 先帮您问了 第二点 而且他特别强调 物价只是部分反弹 长期还是疲软的 对经济不会构成威胁 所以他就不担心 而且跟他特别强调 现在美国FED 每个月买1200亿的美金 没有改变 一直到年底 可能都不会改变 那就是资金行期还在 告诉你 就是央行印钞票 买美国财政部 叶伦发出来的美国公债 那这个钞票一直印 当然自己就再宽松了 对 所以你看美股往上拉伸 这个多头的气势又来 资金行情没有跑掉 但是呢 也因为印很多钞票 我这个觉得还蛮好的 美元不要太强 美元只是我觉得 最近在90附近 会有反复的主体 他也不会太弱 因为叶伦不希望他太弱 但是呢 因为又印钞票 所以也没办法出现一个强谈 来美元指示就给大家看 根据历史统计资料 只要美元走扁 热情就会流向了亚洲 台币就会走升 台股就会涨 就是这样 所以美元的下一步 对 我觉得应该还是 继续这样盘盘盘盘 上来就是90附近来盘 而且你看KD 还在死亡交叉往下 对 呼应了我们昨天提展说的 美元偏弱无误 对 因此来专案一下 美国股市现在 应该说今年以来 强势股 因为他会联动我们台湾产业 对 来 我想各产业我都点一些 这个轮胎里面像固特异 涨了54% 半导体的材料 应用材料 涨了42% 设备相关的 航空股 你觉得航空股不好 结果美国航空涨了38% 赞 石油油价在涨 艾克森美孚涨了37% 还有半导体里面 记忆体的族群 美光也涨了23% 您不要小看 建成帮您带出了这五大产业 它所代表的意涵 我开始讲了 经济景气的逐渐转好 第二个 美国的内需的转强 美国GDP高达7成 来自于consumption内需 所以两大含义 那么请问 我们台湾产业就有办法 被联动的往上带 当然有机会 其实一样的 轮胎固特异 我们国内也有轮胎股 振兴建大 这些相关的橡胶股应该有机会 那半导体里面 应用材料偏设备 我们很多设备公司 台积电资本支付那么大 我们的设备厂商 今年的业绩应该也不会太差 设备最具指标的是谁 像汉塘 这种比较高价业绩面很好的 我们看一下汉塘 半导体的设备 红塑 汉塘这些 股价真的就已经在做说话了 有点委屈 最近在休息 最近在休息 然后轮胎有振兴建大 我们来看个振兴 最近有连动上去 也慢慢悄悄往上涨了 而且你看我现在找到均线 刚刚加拿花往上扬的 很少 钱高会挑战 有机会 好 那第三个产业 帮我们看到字卡 第三个产业在扫描过 包括了航空 塑化 记忆体 这边要看 华航 这边 这个台塑化 这个南亚科 好 赶快来看一下三档标的咯 因为美股都表现了 有没有 华航今天也拉涨停 涨停嘛 对 那我问你 如果我买在10块钱 9块钱 现在大赚10张要全卖掉吗 不用不用 因为它刚突破前高 而且今天带量长虹突破 未来这个颈线不要破 它多头的力道还在 而且早就跟你讲过了 华航的货运很赚钱 飞机机师开的都已经斑斑都喝了 对 然后刚刚还有台塑化 卖油的台塑化 台塑化股价也跟油价一样 连弄去往上拉伸 OK 讲到台塑化 我想到了昨天粉丝有留言 我倒觉得倒是可以提出来 跟中油 跟台塑化加油站来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呢 中南部都缺水了 所以如果加油站 还在洗车啊干嘛的 车回家自己洗 洗车要花很多水 我们现在都捷运能源要省水给大家来用了 对对对 南亚科 南亚科的部分最近呢 创新高 因为美光也创新高嘛 它也跟着创新高 它前高不要跌破的话 应该还有多头的力道 回到了字卡咯 因此先要个答案 只要呢 美股这五大产业还在动 我们就会有机会 所以呢 多头格局局限没有破 多单续报都对吧 对都OK的 太好了 接下来 你看说到了题材 我告诉你 我更开心这个题材 一月份 是我们各大产业的淡季 淡季就是接不到单子啦 业绩很差啦 没想到Taiwan is number one 你看台湾的元月份的外销订单 超过五百亿美元 超过呢 历年来同期新高 我特别把这个下单给我们很多的国家列出来 然后呢 他们下单给我们主要的订单 主要货品前三大 把它列出来 不知道您读出了全外之一 好的 我想第一大是美国嘛 第二大是中港嘛 第三大是欧洲 你可以看到 资通信 电子产品 台湾的强项 5G AI 笔电 圆端就 球目跟台湾嘛 都是出货出这些 对都知道 鹿港也是电子产品啊 对不对 资通信啊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啊 好多几乎都是资通信跟电子产品 对 这边才看到了橡胶 还有基本金属这些一点点 基本金属是什么东西 钢铁啊 这些相关的基本金属 那运输工具是 这个包括了一些工具机之类的 设备 橡胶 还有基础金属 那么请问 透过了外销订单的创新高 您读出了其他的投资机会吗 那当然了 没有错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美国可以看到 最多元月份他占148亿美金 成长 这个年增率 年增49.6% 中国加香港140.9亿 年增61% 欧洲也年增53% 有114亿 所以麻烦您把这个49 53连在一块看 因为台湾加进来 就是美台欧的非中美国领导下的供应链的partner同盟国 就是这样 对没有错 而且呢 他们的疫情慢慢的缓和下来 你觉得后面的业绩会 外销订单会不会继续往上翻高 对 所以我觉得啦 后续会不会继续成长 后面疫情降温吧 需求又开始拉升 而且5G跟车用 现在是非常的缺 很暂旺 商品原物料价格又涨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外销订单的 应该可以继续下去 持续剩新高 而且呢 我今天有检查一下 去年的一二月到上半年六月份 其实大概顶多到四百亿左右 机器低 去年上半年机器低 所以我觉得继续连几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外销订单还有机会继续评创新高 那么检查相关社会股 所以我刚才针对里面的一些相关原物料 电子来看的话 举一些指标性的个股 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鸿海当然是最大宗 这个技嘉电竞相关的 连茂铜箔基板 不锈钢的大神钢 基础基础建设 那华夏PPC的部分 说话 而且呢 好在他本益比都不高 你有润涵交代的 对 我告诉你 我为了保护你们 你知道我做了多少事情吗 本益比不能太高 股价除以EPS 资钱能力很强 但是股价很便宜 本益比不高 股价才是委屈的 动能 日后所有动能 像鸿海除了蔚来的手机外 还有伺服器啊 赞 这一块是重点 那技嘉呢 你有没有看到最近的显卡 缺啊 他当然成长动能很强 那连茂的部分 因为5G基地它也要手机 对铜箔基板需求非常强劲 这5G的相关 大神钢 因为美国有反寝销税 美国的驴卷板供不应求 对大神钢 它主要输给美国 所以就有联动性 那华夏因为中印的需求 PVC的部分 需求非常强 价格现在在美工对 一千两百块美金 PVC就是去率雨昔 很多的塑胶产品的上游原料 对没有错 扫描一下2317开始了 对红海有没有整理很久了 刚转又转强了对 现在这样轨道突围了 对没错 我问你这个底型出来了吗 出来了 所以有机会先挑战潜高 125哦 对对 技嘉 技嘉 短线上有没有平台整理突破了 对 我要给大家看的是 帮你画 均线揪麻花 网上突破 短线上因为涨多在休息 但是本益比还低嘛 我觉得五日线今天手稳 不要有效跌破 应该都还偏多 你看前线专家跟瑞涵有默契吧 不用我画他们都会画 周县市多方防守架区 连帽再来 连帽的部分 时间看长一点 时间看长一点 它也没什么长 而且我问你哦 这个底型整理蛮长的 对没错 那这个位置呢 大概到158左右 有机会去挑战 而且它沿着上升轨道在走 对 所以未来是有机会 只要法人进来的话 应该有机会往上突破 大成钢 大成钢 最近的钢铁 底型有没有出来了 真喜欢你 今天挑的都是那种底型 刚刚出来了 而且很多揪麻花 对不对 而且没有飙高 还低本一笔的 我告诉你 现在要找这样的股票 很难找 他们找多久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拉回来再买一下 都不要追高 现在就不要追高 再会一挡咯 滑下 短线上急冲 但是前高 这边有能不能再回去 如果站不回去 短线上会偏弱 因为它涨太多了 所以你看 像这种过景线 建成交过 过景线过高 往往会回撤 回撤景线不破 再来买 因为还会再冲 当然要观察它的报价 能不能续涨 好 感谢建成 非常谢谢您 跟您说了 这个台股呢 今天的涨 莫过于两大题材 鲍尔的话 一月份的外销接单 但你会说呢 台股还没追 没有错 来请看 我还有建成的第三问 什么问呢 请问哦 又开始涨回到电子了 那么传金 还有没有机会啊 最近的电传金轮得好快 教我操作技巧吧 那融资的减开红盘之后 融资首建减肥 台股呢 在待会回来之后 就拿证据给您看咯 所以待会继续追 说到了追 这个也是大家追了之后 才发现到 全世界哦 5G晶片现在在开打大战 因为大家都在抢5G晶片啊 可是我真的不晓得 原来全球的5G晶片大战 三强鼎立 三强争霸战 这三强就是苹果 高通跟联发科 可是为什么是这三强呢 微元做个预告 好 这一次的全球的5G手机 晶片大战 包含了苹果 包含了高通 以及包含了联发科 这三大家厂商 苹果的A14处理器 以及高通的骁龙888 还有我们台湾联发科的 天机1200 但是这一次 有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高通的骁龙888 因为它采用了三星的 三奈米制程导致翻车 什么叫翻车事件 让我们台湾的联发科 弯道超车 等一下跟各位做说明 太赞了 哎呀 我在想说 预告怎么那么长 原来后面是最关键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联发科超车了 信口他翻车 这个不知道 我们回来之后 让微元说清楚了 他在讲明白的是一针 因为很多小白在跟阮姐说 阮姐 现在这个股市督头 好像已经确立了 当然我也承认了 现在建成不是讲了吗 资金行情继续烧 所以小白就想要做全镇 以小博大 今天带您再次彻底认懂 全镇 全镇分两种 差在哪里 现在又要做哪一种呢 风险呢 一针预告 全镇的特色之一 就是多空可以灵活操作 而且免开信用户 到底怎么买 才可以聪明赚钱呢 待会前线告诉你 蛮有错 你以为全镇以小博大 就真的让您赚很大吗 很多的技巧 很多的makeup 还有你得要先认识它 这个商品名字这么长 可是每一个点 您都看得懂吗 今天小白们 你们想认识 一针就交仔细咯 瑞罕阿姨帮您 感谢可可大哥帮我们 上个礼拜四 可可大哥给了这张的图 当时我还觉得有可能吗 他说台股评创新高 韩国股市 没有啊 请小心 台股可能会被韩国拖累 涨不动哦 您看看 果然涨不动哦 这次我帮他update 到最近这几天 所以咯 最高的点位 是2月22号的16579 最高 这16579是在算史高哦 可是我笑不出来 因为可可大哥说 压力在16597 同样这两个字 排列不一样 史高就是过不去 是不是这样 16597 可可大哥没忘了吗 过去不容易吗 可可大哥预告 市场会出现这种 连续日的发展的这种K线 他告诉你只有两件事 一个就是市场主力 跟外资对作 一个就是外资 跟政府对作 那这两种情况 只有一个答案 待会跟你讲 是哪一种答案 同时告诉你哦 接下来成败的关键 在哪里 讲得真好 观众朋友 你知道可大哥 刚刚在预告的时候 我想到 我九点整讲什么 外资今天不是大买吗 结果内资自营商的多单 提供多单 连三减 这不是对作吗 干嘛不合作呢 这个讨厌的是外资 还是讨厌的是内资呢 让可国大哥 把盘给解清楚了 收到解他的第二大题 刚刚建成不是讲了吗 电动车商机很大呢 但电动车的商机 告诉你哦 他持续地从车用晶片 往外扩散 扩散到太多太多的 电子次产业 请问怎么要扩散 它的扩散的顺序呢 可国大哥的第二题 请问您的讨厌